11月26日晚,最新一期时光音乐会播出 在本期节目中,所有嘉宾演绎的都是张杰的歌曲 用歌声带着观众一起走进张杰的音乐时光 其中,徐军硕表演了张杰在2008年发表的新歌《明天过后》 并且还透露称自己曾用这首歌的歌词向心里的女生表白 对于徐军硕的演绎,原唱张杰也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称《军硕真的唱的就很有少男的魅力》 要知道《明天过后》这首歌是张杰在出道后 首次邀谢娜出演自己MV的女主 这在当时可谓是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 而且两个人的感情在当时也是备受热议 如今时隔13年后,再次谈及这首歌的张杰 对于当时的争议也做出了回应 张杰直言其实很多人不并不看好她们 觉得自己与谢娜恋爱是有目的的 对此张杰回应道,我能有什么目的呢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前角视频刚刚播出 后角谢娜就立马发文 谢娜直接引用了老公张杰的话 我能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并附上了一个流泪和爱心的表情 来隔空是爱老公张杰 不得不说,谢娜和张杰的爱情真的是太甜了 对于突然甜蜜撒糖的杰娜夫妇 网友看后忍不住留言评论 张杰谢娜好甜啊 好会说啊你老公 杰,你这是自己磕到吗 而在聊到和必在一起这首歌时 张杰透露到在面对外界 对于她和谢娜感情质疑的时候 她突然改了歌词 我们要在一起 让我爱着你 不管流言蜚语 我要保护你 以此表达和谢娜在一起的决心 而在现场再次看到她与谢娜 在2009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演唱这首歌的画面后 张杰更是动情直言 当时我眼里全是她 那些尖叫声我都听不到了 十几年过去 张杰还清楚地记得她与谢娜出相识的画面 两个人的乐老师和老师在KTV相识 当时谢娜进来的时候 张杰正在唱一首英文歌 没想到谢娜听完后 直接就扑上去给张杰一个拥抱 就这样两个人慢慢靠近彼此 到现在成为令人羡慕的幸福 无口之家 和谢娜结婚十年 育有三个女儿的张杰 她可以说是用时间 证明了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也像我们证明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这样的爱情 如今谁看了不说一句祝福呢 免责声明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版权请联系删除